天天30点生活好一点 欢迎收看分秒必争 我是馨宜 我是志伟 今天我们的牌面 是开高震荡走低 非常不好操作的牌 不过我们还是获利了80点 还不错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来请志伟老师 来为我们分享 他是如何做到的 OK谢谢馨宜 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 因为我们上次只是带过一个 你要知道三件事 对不对 可是其中有一个 你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你觉得是哪一个 止损 OK答对了 我们上次说赚钱 之前要先做三件事 对不对 来第一个 当然是不要靠感觉 是 那是第一件 可是第二件我只能说 一定要搞清楚啊 你会倾家荡产的原因是因为不停损 这一件我说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我说从逻辑上来思考 好第三件当然是什么 要好心情 好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件事 这个很重要 来看一下 我说交易的结论基本上就这四个 你要么大赚 要么小赚 要么大赔 要么小赔 对不对 我说只要你不大赔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在市场上存活下去 而且会赚钱 可是你要怎么去避免要大赔这个阶段 这才是大家应该要知道的 我说最简单的 就是你要设停损 就这样而已 好简单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说为什么要去设停损 我说我们把两个结果拉出来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不停损 一般投资人 状况就是这样 来不停损的结果是这样 假设你进场以后 诶 整理以后再解套 解套要不要走 走啊 基本上走 走啊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第一个结论是怎样 诶 解套后出场损一良品 你要么小赚不了小赔 顶多吧 另外一个 好 进场后 中错 假设我做多了 中错了 没有停损 没有设停损怎么办 会发生什么事来 套牢 惨赔 手上没有资金在做 对 这是很多人在发生的事情 是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出现什么 大赔的一个阶段 好 那我们来看有停损会怎样 如果说我有设停损 像我的基本动作就是这样 我进场马上停损就设好 对不对 对 好 假设就跌破停损 然后之后又回来 我也是怎样 停损出场小赔 我顶多小赔吧 是 对不对 如果呢 真的是进场后 我做多 就中错了 真的中错了 我们还是小赔 OK 所以说我们最后的结论 就是顶多小赔吧 应该说小赔 应该大家可以接受吧 而且我们停损的幅度这么少 几点 对 21点 对 就这么21点而已 对不对 对 我说我们停损就只有设21点 那问题是你赚钱 你可以赚多少 像今天赚80点 对不对 对 我说 OK 应该OK吧 不错了 对 如果重点是 我就是要停 就是我们最惨最惨小赔 可好的时候 哦 那可不得了了 我们还没把那个赚几百点的拿出来 OK 重点在这里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当冲很重要的是这一只鸟 为什么 因为就是吃 吃到该吃的就走了 赚一点就跑 可是重点是 我们不是只有赚那一点 我们还有后续 今天就有赚到后续的部分 来看一下 来 麻雀的交易战法 再提醒一次 再提醒一次 顺序怎么做 来 第一个 优选进场点 我们今天进场点 这是刚刚好 对 一进场没多久就出场了 是 是赚钱出场要搞清楚 没多久 真的是没多久 几分钟 今天打完收工 OK 然后再来呢 我一进场之后 是不是把停利停损 挂出来 OK 停利停损挂好之后 我们就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着什么出场 然后就是照表操客就对了 我一直提醒大家 你如果说 你真的要做交易的人 你不管是做股票 或做期货 做长线 做短线 都一模一样 照表操客 很重要 就是按照我们的规划去走 我这边不想要说 以前的人怎样 我说 直接告诉你 全世界目前 几乎公认最会赚钱的 不是巴菲特 是一百年前的一个先进 好不好 叫杰西里佛摩 他多厉害 他一年 一百年前 一年可以赚一亿美金 我说一百年前 一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无法想象 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他说 他一直强调 我说 会让他犯错就是这样 他没有照规划做 才会赔钱 照规划做 基本上就是会赚钱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按表操客 然后再来呢 不要过度交易 今天很重要 今天 说实话行情有很大吗 好像涨跌就一百点以内吧 对 来回震荡 对 就这么一百点里面 你能赚几点 对不对 如果你一看到就进场 马上就被洗出场 是 所以说你 如果你过度交易 你已经达成今天的获利目标了 你还不走 我说 那你就硬要进场 我觉得那个就没必要 为什么 因为你进场不一定是赚钱 你可能会赔钱 你今天已经赚钱了 对不对 说实话 你赚钱之后 其他时间都是你自由的时间 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 我觉得这个生活比较重要 千万不要过度交易 你叮在那 你反而心情紧张 我觉得没必要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交易是怎么样 来 今天呢 来 第一趟 在这边 我说我们要干嘛 14484上下5点进场做空 所以那时候怎样 来看一下 那时候的走势涨怎样 8点50 那时候是几点 8点56分 记得是8点56分 进场14484 那时候这一分钟收盘14485 所以你做空一定空得到 对不对 我们都是点到了 赶快告诉你 直接发call信出去给你 然后你就知道 我要进场做空 上下5点 为什么要设一个上下5点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从进场挂单的时候 我发讯息出去 它可能已经在那边震荡 所以只要在这个范围内 你就应该要进场做空 而不是等到说 我一定要挂在那个点位 等一下它一下子消下去了 你就来不及了 对 所以说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什么 空间 让大家可以 我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挂单就OK 为什么 因为你 就算你停利 我们本来30点嘛 你至少还赚25点 对 停损21点 你顶多多赔5点吧 了不起 最多是这样而已 所以就不要太在意这个部分 只是说 让你知道我们进场 那你就在这个点位的范围内 做就好 OK 然后呢 重点在哪里 来 我把它放大来看 因为我们给的指令里面 停利30点直接标 停损21点也直接标 为什么 因为抢时间嘛 对 那我 如果说我做空对不对 我把这个停利 我算出来 30点 14454要停利一口 那停损呢 你可以就直接加上去 14505两口 你记得我上次有提醒过大家 我说你一定要什么 那个设置那个停利停损单 那个设置那个功能你要有 MIT 对 你就可以突破要出厂的那一种 你一定要有这个功能 否则的话我比较不建议你去做 因为你看到不知道跑下去了 我们常常看到一秒钟之内 可能跳不到几十档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 然后再来 我们进场对不对 对 就这个圈哦 记得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之后呢 我们什么时候出场 今天的盘式是长这样 来 还有一个停损点 14505就挂在那边 就那个虚线的位置 OK 出场 对 就那个负 就是我们要把它标示出来 让你看到 我们顶多停 这样而已 好 然后再来呢 没几分钟 来 注意看 这里 成交了 什么时候 9点钟 9点48分 我发出去 9点048秒 4分钟 对 就4分钟 我们4分钟 它有没有来停损区 没有 它最高到492而已 然后就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成交多少 14454就停力30点到手 OK 然后呢 我马上改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口 改的话 14471突破出场 来 进场在这儿 然后呢 停力 在这儿 OK 这边30点 有没有看到 然后我这边 出场点呢 改这里 14471 就在虚线的位置 好 为什么要设那个出场点你知道吗 欣欣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 这一个 对对对 等于说 还没有平仓的那一口 对对 还没平仓那一口 不知道 OK 不是很了解 没关系 重点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留一口 OK 因为我希望能够赚更多 对 态度在这里 是 那我要牺牲一点点什么 可能的 本来的获利嘛 重点是什么 因为它只要不够强 它就不会来那个点 它够强我就算了 我少赚一点而已 OK 可是它不够强 它就继续往下掉 所以老师 嗯 未来你的课也会教我们 怎么样 另外一口色的一个止损 也会教我们 对 会跟大家做分享 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一次 我不希望就是讲太久 大家会想睡觉 OK 我就说 你知道 比较重要 知道该做 知道了就好了 来 所以说我们设一个停 就是出场点改在那里 我们这一笔 稳赚不赔 对不对 重点是稳赚不赔 好 再来 在这里 来 之后 我后来改价 不是改价谁 是改价格 好不好 改价 改14434 全部停利平常 好 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进场 然后 然后呢 在这里 一路停利第一个30点 第二个 停利到哪里 第二笔赚了50点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赚这一趟就够了 总共赚了80点 态度在这里 来注意看 我们今天总共赚了多少钱 来 在这 台子旗 今天当冲 14484进场两口空单 然后呢 获利在14454跟1443 全部加起来 总共赚了80点 80点多少钱 一万六 还不错 我说一天赚一万六 应该可以接受 对不对 我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 常常赚钱 对 然后控制好你的风险 对 你自然赚的比赔的多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是 然后我说 因为我也不会说 我们这个胜率有九成多少 没有没有 七到八成 我觉得七成多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十笔单 有七笔单都赚钱 好不好 好啊 而且赚的比赔的还多 合起来就一定是赚的啦 如果按照这个态度 这个tempo去做 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 是 OK 那 信仪 如果是这样的损益 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我当然接受啊 我们是标榜 天天三十点 生活好一点 可是我知道上礼拜五 我们没有录节目 可是老师也做了一百二十四点 对 没错 今天也八十点 其实老师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他都是先保本再获利 先保本再获利 都用两口策略 所以三十点是最少最少的一个门槛要求 对对对 所以老师都是已经超过三十点 没错 两倍甚至三倍了 嗯嗯 我这边第一个我们希望提倡一个正确的观念给大家 你就照这个观念去执行你的交易 我觉得绝对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能赚钱 欢迎 或者有任何疑问 欢迎来跟我们联络 来我们这边最后一个QR call给大家 是 那我们天天三十点 生活好一点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有什么样子想了解的 请您扫 这是志伟老师的Line Line Line 你可以加入老师的Line 那最重要的呢 您也可以打电话 那我们有服务人员来专门为您做服务 那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开起来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都到这 那感谢各位的观赏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